火山会只从天际高度超过5500公尺 一名阿贡火山再度喷发 12个村落6公里范围内全速撤离 让游客假期全泡汤 但阿贡火山的命运似乎牵动骨牌效应 因为前一天巴维亚牛几内亚东北部卡都瓦尔修火山 发生近期内二度喷发 导致航班船班通通取消 菲律宾马龙火山也苏醒 沿江流泄3公里超过3万人近期疏散 东南亚三座火山巧妙三连发 让专家不得不怀疑是太平洋火环带在作祟 火环带是否真的进入活跃期 巧合的是1月以来火环带的另一端 先是秘鲁和洪杜拉斯发生7级以上地震 五天之后墨西哥和智利也传出地牛翻身 规模达到6.3 火山地震联动巧合串联出骨牌效应 就怕火环带上的台湾也受到影响 地底能量瞬间爆发 在内新闻上的报道 火山地震联动巧合串